2022毛石環琴月澳協同创新中心 揭牌儀式 其石澳合作交流会11月8日下56时 在珠海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现场举行了環琴月澳協同创新中心 揭牌儀式 此次活动为加快推动 长三角越港澳大湾区科创产业融合试验区 建设 打造石澳两地经济多元化发展的新平台 构建石澳两地资源要素双向开放 产业科技商向融合的发展新模式 是毛石经开区在深港协同创新中心之后的第二块科创飞地 毛石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长敏在致辞中表示 推进越港澳大湾区建设 推动石澳两地建立长期良好的人才 产业等方面的交流机制和合作关系 积极融入越港澳大湾区 全国人大代表 澳门立法会议员 沿路工商联会会长斯嘉伦为活动致辞 他坚信在石澳双方的精诚合作下 协同创新中心定会发挥出澳门连接东西 面向世界的优势 成为澳门多元产业 融入长三角的重要渠道 澳门城市大学副校长叶桂平 中山大学副校长 澳门博为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吳鸿奇 作为重要嘉宾进行了发言 他们认为模式在培养科创人才 枯发科研项目 转化技术产品等方面具有很大合作潜力 中山大学模式智能全感研究院项目 以及博为智能科技项目 签约等八家月澳科创类企业集中签约入住 同场以融合聚变 设计创未来为主题的模式 X澳门设计周对外发布 这时计八月份设计周在模式启动之后的重要成果 请不吹А